国际师子基金会信托理事即GAT地区领导人 将达龙博士即师友会 18号来到秀林乡公所 来听秀林乡长王玫瑰进行简报 听取正后复原所需要的经费 并且允诺国际师子会将寄注400万元美金 来协助秀林作为灾后复原的工作 0403大地震造成秀林乡有上个村受到灾难 为了关怀秀林乡除了物资捐赠之外 国际师子基金会信托理事及GAT地区领导人 将达龙博士及师友们来秀林乡 当4月3号地震发生了同时的话 我就有跟国总监通过电话 请国总监立即提出紧急拨款 那国总监在第一时间点就采购了一些灾民所需要物资 送到秀林乡公所来 随后隔天我们基金会主席Brian到台南访问 我们跟他反映同时让他看了花园这次地震的现场照片 他非常关心在第一时间点就拨出 美金10万块钱的紧急救难的灾害拨款 来协助灾区 这个款项也拨到A负合区来 那同时的话因为灾区非常严重 我隔天马上到现场来到天王心 跟我们国总监一起来看灾 发现这次花园地震所造成的有 大概有200多栋的房子 不能够继续在使用 有六七百个灾民需要安置 所以我立即跟国际基金会争取 希望在未来三个月 我们要募集400万美金 能够来协助灾区的灾后的赠灾跟重建的工作 修林乡镇首席顾问萧采军 则是感谢国际私事基金会 新作理事举GAT地区领导人 江达隆博士的爱心来协助修林乡 我身为泰鲁阁族 然后修林乡的首席顾问 我希望大家100元也不嫌少 当然100万也不嫌多 那希望大家用你们的爱心 用你们愿意帮助我们德鲁古 能够把我们的产业 我们现在最艰困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的建筍竹筍 然后已经这个时候 照理来讲就是丰收的时候 但是我们大理大同的 Sakadan以前叫做神秘股 现在的产收的东西 根本就无法运下来 然后如果有人需要 希望跟我们联络 我们公所呢 也会告诉你们 然后怎么样 让你们能够收到我们的农特产品 那希望大家有力帮我们 推销我们的农作物 让我们的乡民呢 能够生技上面不要有困难 假如大家除了师职会的这位 这位长官 他们跟这些国际上的师友们 就我们的吴医师 还有我们的总监 谢谢你们来关心我们 当然最感恩的是我们江达龙博士教授 虽然我们以前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我相信来关心我们 我感恩你 也感谢你 在这里呢 我也要呼吁我们自己德鲁古 我们要站起来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请大家一定要 最重要是要平安 把身体顾好 然后呢 小朋友最重要 能够平常 就能够正常的去上课 然后家里面能够平安 然后安好 修林乡 我们会感谢修林乡镇首席 固人校材军营建国际师会的协助 让重建家人有一股力量 共同来守护修林乡美业的部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